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你空間應該是 把你帽子上的虛擬戴下來 我是虧武軍人 以後你再戴這個 接著打一燈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日本準備派出 副外相上穿養子 也就是副外交部長 出訪中國 那是什麼原因出訪中國呢? 就是前幾天啊 A4了一名日本小學生的事情 為了與中國政府 表達抗議與直接了解訴求 還有未來你們要怎麼 杜絕這種事情發生 而這不是第一次了 那前幾個月好在 有中國的女勇士胡友平 見義勇為 擋下了歹徒的恭喜 否則啊這件事情 更要提早兩個多月前發生 而那一次如果真的造成了 那估計是 國際性的慘案 因為車上有十幾二十名的小學生啊 那不得不說日本這次的操作 才是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前幾個禮拜我也做過影片嘛 一個中國女子 在蒙古旅遊 被劫財劫色 那求助中共大使館的協助 結果中共大使讓他回國 不要維權啊也不要等調查 還打電話給他家人 讓他家人給他施壓 讓他回來 還要求他呢 如果你需要我們中國大使館提供 比如說翻譯啊 或是這個律師啊 因為蒙古相關的法律你也不懂 官方文件蒙古語你也看不懂 你就要簽這份免責聲明 我們才幫你找喔 我中共大使館在海外幫助中國公民 找的人找的律師找的服務 我不背書 那你政府要不要廢掉 政府怕人民找你麻煩 那你不要當政府了 去年跟前年在非洲有不少的中國人被S 中共政府從來沒有開記者會 嚴正抗議 也沒有像什麼佩洛西訪台說嚴正抗議 更不見中共派特使出訪 或是派這個部長級別的副部長級別的 表達這個嚴正抗議嚴正關切 怎麼跟粉紅說的 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不太一樣 還是你們說身後那個強大的祖國的意思是 強大 在你身上 弄這個強大來壓制你 不敢胡作非為不敢妄議中央 那還有一名日本議員啊 叫做 高氏早苗 他昨天痛罵中共 大概意思就是 咱們大家對中共的政府啊 感到無言一對的憤怒 我也一樣 那請中共政府適可而止 你看犯人抓到之後 事實是如何 至今沒有交代沒有說明 稍等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的影片吧 然後 各位現在 中國當局 計算不足的憤怒 感受得到 我們同樣的 努力被逮捕 被逮捕 什麼事實 什麼背景 都被我們説明了 你家族的心情 我家族的心情 你家族的心情 憤怒 雖然 大家看不太懂這個 日文字幕啊 但是我剛前面的描述以及稍微有些中文字的出現 大家應該可以 去拼湊一下 這位議員想要表達的意思 大致是什麼 其實我相信啊 現在越來越多日本的政治人物 也跟美國還有部分的歐洲國家一樣 看清了 中共的本質 日本政治人物肯定也知道 中共國在國內是怎麼給小粉 傳遞什麼樣的教育 而這個 並不是少數 尤其是農村地區 更為嚴重 若是要論近代 造成中國最大傷害的外敵 是俄國 輪不到日本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最近小粉紅拍攝的兩段 反日影片吧 你會拿你的 同樂非權 他媽的你不認識我 就打的你認識我 我是跟你講道理 不是講廢本 其實你要孩子 記起以前日軍是怎麼樣侵略中國了 是可以的 但你一定要講清楚 那個是以前日軍的行為 而不是所有 現代日本人 還會這麼做 因為孩子的這個 是非善惡觀 可能還沒有形成的這麼完善 再加上你這些仇恨教育 還有這些 無腦 道不清 說不明的這種 教育方式 很容易讓小孩子產生 日軍很壞 那日軍就是日本人 所以現在日本也是這樣很壞 他們現在 學會 道貌岸然 你不要看他們磕磕氣 他們私底下 其實都是想害我們中國人 對吧 他很容易做這些聯想 所以才有這麼多 這樣的粉紅 拍一堆 很奇怪的影片 前幾個月抖音上 還流行一堆小粉紅 拍什麼呢 嘿 我是中國台灣人 我是中國台灣的大學生 然後那個口音名就中國了 然後 明明就四十幾歲的女生 還說我是那個 中國台灣的大學生 我是剛上大一的新生 我也知道是擺拍嘛 但你們擺拍 起碼口音要對嘛 我也沒有說四十歲 不能上大一嘛 非常非常非常多類似的影片 我看到真的是 很無言以對啊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第二段 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你是日本人嗎 把你帽子上的旗子拿下來 把你帽子上的虛擬旗 摘下來 哎呦 還有背包上的 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你知道這個旗子象徵的什麼嗎 你知道嗎 大街上你戴個虛擬旗什麼意思 你是日本人嗎 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日語 我是退伍軍人 搞不你 誰啊 在那個日本那個東西 你的頭人冠長你拿著 以後你再帶這個 接著帶他 我跟你各位說 這個絕對是擺拍的 這麼剛好在路上 手機已經拿出來了 你說在這種捷骨眼上 這麼剛好 有人 帶著虛擬旗還被你拍到 然後你剛好還是個退伍軍人 太巧了吧 為什麼說這是擺拍 因為蠻多被爆料過的啊 小粉紅在路上看到誰吵架 結果都是擺拍的 不要說他們啦 你們的小羊哥啊 還有很多這個 東北瑜姐啊 是不是也擺拍的 是啊 是擺拍可以 拍段子可以 但是 你就 要跟大家說一下 或是你要演得很像是擺拍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啊 這個退伍軍人他手上拿什麼 農夫山泉啊 農夫山泉 跟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時候我們也做過蠻多集影片 農夫山泉水 是什麼企業 日本跟美國的企業 農夫山泉水的瓶蓋像什麼 日本的國企 農夫山泉水的相關產品是什麼 日本武士 日本櫻花 經國神社 通通都是 日本元素 所以 他是日本企業 他是漢奸中國賣國賊 我要支持 哇哈哈 這麼快就忘啦 那我們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些逆天粉紅的留言 這個被刀的日本小孩他的父親這麼愛自己的孩子嗎 打了一個問號 如果我給他們兩父子做一個實驗 把他和他的兒子同時關到一個密室的房間 房間地板可以直接加熱到300度以上 這個金屬板製成的 那每過一分鐘就提高一度 60分鐘後金屬溫度會越來越難受 那這位父親會把自己的孩子 舉過頭頂為了保護孩子的性命嗎 還是把兒子墊在腳底 以求得到片刻喘息的機會呢 如果60分鐘的實驗沒有代表性 那麼就90分鐘 120分鐘之後會得到什麼 結果呢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你奪魂俱看多了是吧 你們叫什麼 墊居金魂 不管結局如何兩個都會有意思 你知道 熱不是只有熱在金屬表面 你一個鐵籠一個密閉空間 他的熱空氣是會循環的 最致命的也是那個熱空氣 你那個吸進去也是傷到肺 哎呦拜託你先用一點嘗試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想要證明什麼 你想要證明這個世界上只有二 是嗎 你用這麼極端的例子來舉例 那你呢你自己呢 那你跟你父母呢 你跟你的愛人呢 你跟你的孩子呢 那 誰要去做這個實驗 還有小粉紅整理出什麼 日本在2017年乃至2024年發生的2030起 S中國人的事件 然後呢 有一名中國網友叫做 翻店GDP的 他就整理出來這些 小粉紅列出來的 啊 惡性事件 發現 只有 一個 微弱的可能是 針對中國人的事件 其他呢要嘛造謠要嘛誇大 要嘛就是中國人在日本 S中國人 然後這個帳號被封了 哎呀 哎呀 好那我們說完日本 來說一下北韓 北韓最近跟中共的關係啊 是越來越差了 表面上還是維持所謂的什麼兄弟之邦 但實則 各懷鬼胎 根據南韓媒體的內線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一次的會談中 將中共定調為 樹底 日美雖然是近百年的敵人 但是中國是這幾千人以來的敵人 其實這句話並不假 如果根據中共或是國民黨的大一同理論 只要入主過中原的都算中國的話 那契丹的遼國 女爭的金國 鮮卑的水國 以及唐國 都侵略過朝鮮 不論成敗他們都侵略過 如果連蒙古都算是小粉紅口中說的中國的話 那蒙古也侵略過 那甚至是日本都被中國侵略過 因為小粉紅說的嘛 統治過中原就是中國 那蒙古也是中國啊 那個時候只是 颱風而導致了 兩次 盟軍失敗 而在颱風來之前確實 有幾支小部隊的蒙古軍以及被抓壯丁的漢族軍人啊 登上了日本島 與日本武士決戰 那這樣看來的話 是中國在原帝國時代 先行侵略 日本 是吧 這可是比 抗日戰爭 早了個 五六百年了 那你們在國仇家和什麼呢 那北韓的領導 金正恩他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因為中共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啊 瘋狂管制以及 扣押進入北韓的物品 甚至還扣押到金正恩的私人物品 且部分 拒絕歸還 而在今年七月份 金正恩下令 祝中共的外交官啊 不要吃中共那一套 別再看他們臉色做事了 我們就我行我訴 今年七月三十一號啊 北韓沒有任何代表 沒有任何的武官代表 參加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辦的解放軍九十七年 週年接待會 而金正恩早在 2015年還唱過 沒有中國咱們也能生活下去 哪怕只是一小點的事 也不要做出任何與中國的讓步 所以你看到有些中國漁民可能不小心 越界到北韓去捕魚 北韓直接砲擊 中共一句話都不敢講 而說句實在話 雖然北韓也是個獨裁破國 但最起碼 他們不會讓自家的粉紅出來鬧事 他們不會讓韓國人民覺得好苦惱喔 好多小粉紅在當網軍好亂啊 而且說起 作秀也罷了 人家金正恩起碼會搭橡皮艇 去淹個兩三層樓的城市 視察水晴 會去難民的帳篷看小孩 看百姓 發一些糖果糧食 哪怕是百拍 而習近平是等水退了兩個多月才到桌州去視察水晴 這還是去年的事喔 今年的淹水 淹過兩三層樓的城市 一個地方都沒有去視察過 你哪怕去一個地方也好 其實這個概念我去年就講過了 大家沒有發現而已啊 不管是中東反對以色列的那一些啊 抱團群軟的 或是中俄朝 等聯盟 表面上看起來很勇很威武 但你對比一下 北約以及印太戰略的國家聯盟與合作來看 民主國家雖然意見很多 需要反鎖的投票 與說服 而獨裁國家之間卻可以因為領導的喜好 馬上變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領導覺得跟中國要好 咱們就要好 領導覺得跟中共要差 咱們就變差 是吧 不管下面的議員立委會不會反對啊 因為也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民主國家 可以 所以會有很多遊說團 是吧 但是北約跟印太戰略的國家 看似聯盟是很鬆散的 但實際上真的遇到作戰跟危難的時候 可是比中東啊或是中俄朝的關係更加緊密 你有看過美日英等國互害嗎 沒有 但你看過中東各地的領導在互害 你可以看見中共北韓俄國在互相 用這個糧食啊 槍袍啊 金龍白手套啊 天然氣資源 互相脅迫 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啊 他們是被侵略的那一方嘛 所以他們一旦被侵略就退無可退 那自然團結會比中俄更強 那有長期在追國際新聞的 你們也可以發現 中俄之間也蠻常在互害挖坑的是吧 俄國要拉中國一起下水被抵制 中國發現俄國在玩這一套那我也跟你玩模擬兩可 所以千萬不要以損害第三方 瓜分第三方的利益 為前提 去做盟友 什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你以這個去做前提 那你估計 下一個被坑害的就是你 不然就是他啦 而被迫害的同盟肯定關係會比你們更加的團結 最後也一定會將你們給擊垮擊退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Pydeo 下次見 掰